我打一个连五遍 打了五遍 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就五遍要连四遍 你看这个十遍 要动过十遍 来王主任 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 他是从脖子这 往后的一犬往上 这都不太好使 所以说我们愿法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在治疗这一块 尽量别让他落地成河 尽量延长老爷子的娱乐时间 因为老爷子收入确实还挺高 大家都有红包拿 你看前面这一趟 这都是陪床家 这也是我家族 小六子 我说两句话 到时候你给用点好药 进口的那种 好 好家属都欠完之了 来 麻醉 大夫 你轻点 我晕疹 还行 行什么行 你这得全麻 再来一下 大夫手把挺好 你要疼的话你说话 没咋疼 没疼 咋的 大夫大夫又来了 大夫 说声 能不能换个地方咋 看看 咱们光可一个地方咋呢 还得再来一阵 大夫 你给我挡的 全是真样的 你能不能寄点 大点 行 我看看了 这怎么给麻烦瓣的吐出来了呢 行 吐了 吐了 来 你看我的小将杵 你别耗太紧 我的一拧 你能耗那么紧 我给我胳膊撒的怎么整 我这么大岁数的 能扛住吗 你嘿 我告诉你 就你那小 最不讲诚信 你知道不 说好的 别使劲好 对不对 我说没说 我们来看一下 灰方是自称太极宗室的马老师 黑方是一位业绩的搏击选手 是的 比赛开始 我们看一下马老师灵魂的小碎步 他的速度很快 对准敌方的拳头就是两脸 此时裁判也是抓紧上前护住 黑方选手的右臂 我们也为黑方选手的右臂 鼓膜捏了把汗 那么整产比赛也是非常精彩 虽说马老师最后被KO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 还是这位黑方选手 因为据可靠消息称 这位黑方选手 也是受到了很重的内伤 百年之内必死无疑 这个赛后记者采访马老师 马老师回忆 功夫点到为止 是我们大家看得到的 马老师确实手下流行了 不然的话 肯定给对面这个鼻梁鼓干碎了 如此可见 咱们这个马老师 非常的有胸怀有格局 打了五边 一边 两边 三边 四边 五边 这五边要连锁打 你看这个 十段心 要动过 十段心 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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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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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